暗金三头蝙蝠那庞大的身体竟然爆开了 化为数百只金色的小蝙蝠四散分飞 尽管在唐三刚刚释放的蓝色领域影响下 它们飞行的并不顺畅 但浩天锤真正击中的只是几只小蝙蝠而已 竟然是分尸 唐三心中一脸已经落在地面上 而那些暗金色的小蝙蝠突然发出令人焦躁的叫声 之前那些血蝙蝠顿时动了起来 它们的目标并不是唐三侯列纳 而是扑向了它们前进的窄路 所有血蝙蝠都扑在窄路上 开始用它们那锋利的獠牙大嚼起来 令人恐惧的是 坚硬的岩石在它们的獠牙之下竟然化为了石粉 一段至少长达五十米的窄路 在数百只血红蝙蝠的啃势下 飞快地被破坏 混蛋 此时已经爬上来的狐烈纳怒骂一声 接连被这些蝙蝠逼迫在生死边缘 这位黄金一代最出色的少女已经彻底愤怒了 我来 狐烈纳动了 速度瞬间就达到了极限 在火红色长发和巨大的虎尾衬托之下 它整个人就像一团流动的火焰 唐三发现 狐烈纳此时展现出的速度 比自己目前能达到的速度还要快上几分 虽然没有魂机辅助 但狐烈纳现在的速度绝对不比同级别的免弓系魂师差 可唐三分清楚 狐烈纳分明和自己一样 是一位控制系魂师 狐烈纳是真的动怒了 它背后的虎尾高高扬起 长度竟然再度延伸 达到了母鲁 而且原本并不算十分粗大的虎尾上 此时每一根长毛都树立起来 宛如钢针一般 看上去就像一根长达五米的巨大狼牙豹 狐烈纳飞速冲到被啃噬的窄路前 身体连连闪动 背后的虎尾横扫而出 它那虎尾竟然产生了令唐三也感到吃惊的恐怖力量 所过之处 一只只血红色的蝙蝠被挥积得四散纷飞 而且凡是被抽到的血蝙蝠 身体像破碎的布娃娃一样在空中爆裂 狐烈纳毫不停留 利用它那恐怖的大尾巴 就像在用扫帚清扫地面上的灰尘一般 血蝙蝠不断被清扫而起 虽然它们啃噬的速度很快 但狐烈纳打扫的速度更快 只是几次眨眼的功夫 那火红色身影掠过之处 已经有上百只血蝙蝠 全身破碎而亡 魂骨 唐三可以肯定那是魂骨的力量 可是他想不出 在正统的六块魂骨中 哪一块能够产生尾巴这种攻击型武器 就算狐烈纳的武魂是妖狐 也绝对不可能有这种威力 论空接下来 此时狐烈纳那根长达五米的巨大虎尾 只能用恐怖而自来行动 别说是血蝙蝠 就算是暗金三头蝙蝠 此时所化的金色小蝙蝠 冲上去被它的虎尾扫重 也会被击飞数十米 虽然它们的身体要坚韧得多 不至于破碎 但也被抽得七红八素 根本没办法靠近狐烈纳 尖叫声响起 剩余的那些血蝙蝠快速飞起 不敢再继续它们的吓人士行动 可尽管如此 就这一会儿的功夫 被狐烈纳硬生生抽死的血蝙蝠 已经是之前被唐三用暗器射杀的两倍之多 浓重的杀气 从狐烈纳身上弥漫而出 眼看没有了血蝙蝠的威胁 它站在那儿大口大口地喘息 显然 刚才这一番攻击 对它的笑号也不小 唐三快速接近到狐烈纳背后十米处 保留了一段距离 正好是不影响狐烈纳输出狐猬攻击力的绝佳位置 砰的一声 金色雾气涌动 金色小蝙蝠重新合体 再次化为了暗金三头蝙蝠 不 应该管它叫暗金三头蝙蝠王才对 三个头上六只小眼睛狠狠地盯着唐三和狐烈纳 显然 它也被激怒了 看着那么多血蝙蝠阵亡 一声声诡异的尖叫声 不断从暗金三头蝙蝠王的口中响起 狐烈纳里侧一并 沉声说道 它应该是要施展什么强力技能了 此时 暗金三头蝙蝠王距离它们两个足有五十米 正是唐三那些普通暗器无法攻击到的地方 狐烈纳也无法发挥出有效的攻击力 唐三周围 这家伙有再生能力 要是我没猜错 他现在使用的技能应该是在给自己增幅 当他完成增幅 我们就麻烦了 但可惜找不到他的要害所在 他的要害应该就是那三颗头 虽然能够再生 但我不相信 当他那三颗头同时被切碎之后 还能长出来 如果没有头 他用什么来吞噬自己的血蝙蝠呢 唐三眼睛一亮 正是如此 可惜距离有点远 我勉强试试看 说着 他从二十四桥明月夜中 飞快地摸出了诸葛神怒 上号激扩 胡莲娜疑惑地看着唐三 不知道他这是在干嘛 唐三的眼光开始变得锐利 他向胡莲娜说 你把绳子捆在我脚上 另一段捆在你的尾巴上 然后你把我抛过去 尽可能地接近他 距离他越近 我却越有可能将他彻底毁灭 你有办法 胡莲娜嘴上虽然发出疑问 但却已经按照唐三说的 行动起来 试试看 应该可以 按进三头蝙蝠王的叫声 变得越发响亮 身上的光芒 也变得越来越耀眼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